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节目 大多数父母的心愿是期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,有所成就 所以常常想尽各种方法来培养孩子 可是有时候却忽视了孩子的行为 当孩子出现下面这三种情况,父母一定要重视 很可能是孩子极度自卑的一种表现 一,敏感多疑 自卑的孩子大多内心敏感 往往别人无意识的一个动作,一个眼神或是一句玩笑话 都会引起他内心很大的波动,并且寄到心里 影响自己的心情思想和行为 对待这类孩子,家长一定要多鼓励孩子 二,没有主见 当孩子在生活中一点小事都做不了主 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或想法 这样的孩子很可能是自卑的心理,压抑了他的想法 孩子就怕做错事,怕父母批评 所以父母要经常表扬孩子,大胆地鼓励他去做想做的事 三,不爱交朋友 孩子们都喜欢一起玩游戏 但是自卑心里的孩子不愿意和同龄小朋友交往 不愿意结识其他的小朋友 他们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 从不主动接触人 如果宝妈发现孩子有这个小动作 一定要重视 好了,今日互动的话题是 孩子有这表现说明心里极度自卑